各位同学晚上好 我们今天继续讲路宾赵紫围斗树讲义 我们还是讲这个巨门星在夫妻宫 巨门一般来说不喜欢进入六亲宫位 进入六亲宫位往往就表示容易吵架 在夫妻宫也一样 最好是以和为贵 减少家庭如战场的情形 巨门话祭吵得更严重 或者巨门情阳巨门天行 巨门火星巨门灵星 这些都会吵架 而且吵得比较严重 想要不吵架 那最好是聚少离多 或者像王庭之说的以长配为宜 女人找一个比自己大十岁八岁的丈夫 就算吵架 刚开始吵 对方呢就会让着他可以得到男人的宠爱 男人呢也可以娶一个比自己年轻十岁八岁的女人 或者反过来找一个比自己大的 因为年龄有差距 所以说呢互相之间就有包容心 有包容心的话 那么吵架呢就不会吵得太厉害 第二条巨门太阳同工 无论男女都表示配偶性格豪爽 比较开朗 虽然说欠缺柔情密意 但这只是表面的假象 如果有唱曲 那么他们表面粗豪 内心温馨细腻 巨门太阳有极心极化 表示配偶对家庭有博人感 女得贤夫男得贤妻 虽然说偶尔有一些口舌之争 但是呢那是耍花枪 不损感情 只要有巨门 那肯定是偶尔呢会吵吵架 但是如果巨少离多的话 丈夫在外面工作 那这种的吵架就很少 如果经常住在一起 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那么吵的就会多一点 有极心极化 那么吵的呢就不会太厉害 刚开始吵 那么两个人呢就互相退让一步 就把矛盾呢减少了 如果有煞心 那就是互不退让 两个人呢各执己见 就是会吵的很厉害 巨门极化又加上极心 又加上腐壁奎越 表示能够相夫交子 有昌取化科 表示聪明善解人意 感情呢也会不错 简单说一下啊 不管是男人的夫妻宫 有巨门家极心 还是女人的夫妻宫 有巨门家极心 往往呢这个人 娶的老婆或者找的老公呢 是一个能力比较强的人 这种能力强呢 倒不是说是家境好 听着啊 夫妻宫的巨门 如果有极心 你的老公能力强 你的老婆能力不错 这种能力不错 他跟太阴跟紫威都是有点区别 跟紫威太阳太阴是不同的 紫威太阳太阴在夫妻宫 有可能找的是家境比较好 你找了个老婆 是这个市长的女儿 或者是这个省长的女儿 哎呀 那是很厉害的 能够对你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帮助 但是你这个巨门在夫妻宫的 你老婆厉害 并不是他的家境好 往往是因为他的能力强 是他个人呢 有创业的才华 或者说呢 工作能力非常受到肯定 一般而言 巨门在夫妻宫呢 他不会是一个富二代 或者是官二代 遇到极心 那一般都是个人能力起家的 这个比较重要 希望大家对比一下 把他跟这个太阴在夫妻宫 太阳在夫妻宫 此为在夫妻宫 对比起来研究 第四条 天机巨门在毛友宫同度 这里不是毛银宫 是一个错别字 是毛友宫 毛友宫天机巨门 又加上天机极化 或者巨门极化 表示持家有道 但是不一定呢 表示美丽 因为巨门心呢 并不足美妻 同样对于女命 也不足英俊的夫婿 这个星系呢 最不喜欢天机化祭 表示使热中等 结婚以后不久 就情如兵炭 我说一下啊 这个天机巨门在毛友宫呢 如果遇到美丽的星耀 红蓝呀 天喜之类的 文昌文曲之类的 会长得漂亮一点 但是一般而言呢 天机巨门 不会太漂亮 普通人啊 一般而言 天机巨门呢 普通人 想要长得美啊 一般呢 是得有极星啊 有这个极化 都进去 那么会长得好看一些 不管是男人女人 找的对象呢 只能说长得一般啊 不能说长得非常美 有天机化祭 那么这个变动性呢 比较激烈 时热中冷啊 刚开始谈呢 还比较好 后面呢 天机化祭啊 力量出来了 他会走掉 结婚以后不久 就会情如兵炭 巨门化祭 那么口舌是非 两个人容易吵架 都容易分手 这个天机呢 在夫妻宫呢 他是很凶的 甚至于呢 天机在关路宫 对你的夫妻呢 也有很大不利影响 做笔记啊 天机这颗星 表示变动 表示走动啊 表示一个变化 夫妻宫 那是六亲宫位 是你老婆 你老婆呢 最好就不要变 那一变 可能就是离婚了啊 你要这样想 所以在那 这个天机呢 就不好 巨门天童啊 这个呢 讲过很多次 天童呢 是感情星 巨门呢 他会遮蔽 天童的感情 他会把天童的感情呢 给挡住 天童星落线 那么两个人呢 感情也会受伤 感情不太好 有苦自己知 有苦自己知 而雅不吃黄莲 这个呢 看一下啊 男人取得聪明 而过度感性的妻子 感情呢 就有不满足 因此呢 容易起争吵 就这个呢 是说他老婆呢 对他的要求会比较高 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 对方呢 不容易得到满足 煞星比较多 那会离婚 会死别 煞星少 不一定离 只是说呢 感情方面不是特别好 最好呢 是晚婚 天童巨门呢 在夫妻宫 是太阳天良同工 太阳天良同工的 那这样的男人呢 其实他不是特别的重视夫妻生活 因为太阳星呢 做命的人 他往往更加在乎自己的事业 或者自己的价值 能不能得到体现 因为他是太阳 所以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 他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 他对别的女人 好像对跟他的老婆 好像跟对他老婆呢 没有什么区别 他老婆呢 可能就不满意 两个人呢 容易有口舌是非 天童巨门在夫妻宫 是容易找到美女的做笔记 天机巨门呢 倒不一定是漂亮老婆 但是天童巨门 往往找的呢 是比较漂亮啊 因为这个天童啊 巨门呢 其实都有美丽的复法啊 多少有一点 我们再看第六条 凡是巨门 只要有煞星 必然有事端啊 六亲公卫 那就容易吵架 煞星多 甚至会辅人 这些不用管啊 第七条 女人巨门 得到太阳同工拱照 更有诸籍 或和籍化 可嫁富贵之夫 但要太阳入庙成旺才是 落线呢 仍然表示有口舌 有行客 太阳不见极星 这个只要不更见煞星 凤丈夫 非富贵 仍主得贤夫 这个很简单啊 这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就这个太阳星呢 没有极星 但是只要没有煞星 没有极也没有煞 那么这个丈夫呢 也还可以啊 太阳落线 那么丈夫这边 对他的帮助就减小 丈夫的责任感 也会减轻 两个人的感情呢 也会变差啊 第八条 女人的夫妻宫 巨门画迹 可以跟男人同论 见到羊驼火灵 亦如是 表示离婚和行客 甚至于会死人 再看巨门星在子女宫 巨门在子女宫 以持得子女为宜 比如跟太阳同宫 这个太阳巨门的话 又加极星极化 这个我就不念了啊 表示三人以上能秀发 既富且贵 聪明多才 强阻胜负 天机同宫 必须过季 或者分居 否则行客 那我说一下啊 这个巨门太阳 在子女宫的 是说这个 子微七杀同宫 子微七杀做命 那么巨门太阳 就在子女宫 这样的人呢 如果子女宫 极星极化多 那么小孩子 比他的父母厉害 说的是有道理啊 天机同度 必须过季啊 或者是分居 这个呢 也说的对 因为天机呢 他表示变动啊 也表示思维啊 如果在子女宫 那可能呢 你的儿子想的东西 跟你想的就不一样啊 各有机心 又加巨门 容易吵架 所以说呢 要把孩子过季给别人 或者不在一起住 否则就会有行客 甚至于呢 有灾病 天同巨门同宫 欲煞心 那就招妇子 其实现代社会呢 一般是 一般是这个 堕胎啊 就是子女宫 天机巨门的 有可能堕胎啊 如果生女儿 那不用过季 生儿子的话呢 最好是过季一下 或者呢 让他拜干爹 或者聚少离多 如果生女儿 那么影响小 天同巨门 在子女宫的 欲煞心 招妇子 这也不好说 有的呢 是堕胎了啊 第二个儿子呢 很正常啊 也没有什么 招妇子的情况 巨门 加上羊托火灵空姐 表示孤单 子女少 甚至一个都没有 巨门画季 空姐大号会照 表示得子 多病 多歹 破号金钱后 再行课 这是孤独的新药 必须太阳照临 除阴暗之气 画权画路 路存同度 方生 祥和之光 前面这个 画季空姐大号 那不解释啊 只要这个子女宫 这里有画季空姐大号的 都表示多病 多歹 破号金钱后 再行课 王庭之评著第一条 巨门在子女宫 同样非善药 最基本的性质 是两代之间 感情不合 也表示 行客长子 不是幼年灾病 就是早药早产 或者生儿带伤残 诸如此类 见煞药 化剂等 尤其如此 现代社会 一般是堕胎 早产 令东来呢 见过一个巨门 在子女宫的 这个人呢 得儿子 得得比较迟 这个女人呢 大概是26岁生小孩 我当时跟他说 你要生的话 拖到26岁以后 会好一点 他就是26岁生的 居然这个小孩呢 现在还不错 那我有点奇怪了 我说一般来讲呢 你这个26岁怀孕 26岁生 这个小孩会留不住 他告诉我了 他说他这个小孩呢 的确是他第一次怀孕 但是这个呢 是早产的 听好啊 这个巨门在子女宫 想要小孩子健康 要么就是生个女儿 要么就是晚一点生 晚一点生的话 那么一般来说呢 就不会有什么早产呢 早妖啊之类的了 或者生个姑娘 那么也会好很多 根据传统的说法 只要持得子女 就可以免长子之客 若在30多岁以后 倒不至于这么夸张啊 那是一个保守的说法 古人算命呢 他算错 所以呢 他把这个时间呢 定的比较晚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呢 一般过了26周岁 过了26周岁的话 就好一点 如果你们算命呢 也怕出错的话 那就定到30岁以后 这个女人呢 30岁以后生 那么这个巨门在这呢 一般就没有什么威力了 或者说呢 他之前剁过胎 那已经损过一个了 损过一个 第二个呢 就好很多 而且呢 巨门在子女宫 生个姑娘啊 那本身就是行客 强调一遍啊 子女宫的这个星要 什么叫行客 你生了女儿 你没有儿子传宗接代 这就等于是一种行客 人家甚至会嘲笑你的 那隔壁的老王 他会说 他这么差 但是他有三个儿子 你这么有钱 有两个房子 有三辆车 有什么用啊 你一个儿子都没有 那可能人家会嘲笑你 或者呢 你父母不高兴 或者这个其他的原因 导致你这个不开心 那都属于一种行客 我个人呢 倒是不计较这些 就是 其实呢 生男生女都一样 但是在斗数上来看呢 肯定是急性多的 容易生男孩 煞性多的容易生女孩 这是斗数上的一个急凶的观念 也可以这样说吧 这个命运呢 一般来说呢 也是偏向于男人一些 至少现在是这样 就是你这个急性多的 就容易生儿子 你这个煞性多的 那一般呢 就是生女儿 或者是生不出来 等等 第二条 巨门太阳同工 如果太阳在妙望地 性质会好很多 如果这个太阳呢 在深宫 那么性质就会差一点 书上说可以减免 口舌纷争和行客 只能减少 不能杜绝 只能减少 吵得会少一点 那不能说不吵架 没有不吵架的父子 这个妇女啊 父子啊 总有吵架的时候 只是吵的多少的区别而已 就算没有急性 也表示子女呢 三人以上 这个不用管啊 现代人呢 一般就生一两个 有极星极化 那么子女呢 能够富贵 有露存化露天马 能够发财 致富 巨门太阳 加上猖取天才画科 聪明多才 而且呢 口才好 因为有巨门嘛 如果又有助极星 那么可以强阻胜负 但是最好呢 太阳妙望 如果太阳 它不是妙望的 那么可能刚开始发展的 还可以 但是后面呢 就没有之前的那么顺利 天机巨门 因为天机表示变化 表示变动 巨门又表示口舌 所以呢 基本性质 就是因为吵架而分开 也有可能呢 幼年就会分居 而分居呢 可以减免 琴克灾病 这是对的啊 分居可以减免 琴克灾病 最坏的结构 是天机化际 或者是巨门化际 最坏的因是天机化际啊 天机化际呢 走的这个会更厉害一点 巨门化际呢 稍微好一点啊 书上说天机化际 更见天马 分离的意味最浓厚 那这是三合天马啊 只有三合 才能遇到天马 对攻是不可能有天马的 因为天机巨门呢 一定是在 卯攻或者是有攻 那么卯攻的对面 是有啊 卯有对冲嘛 这个天马呢 只会在迎身附害 所以说只能翻核天马 但是翻核天马呢 也有影响力 听着啊 翻核遇到天马 也有影响力 不是说非得是 对冲才有影响的啊 翻核攻遇到 对冲遇到啊 都会有影响 天机有极星 有极化啊 仅仅表示子女多排 或者有成就 但是不减少 醒客的力量 两个人呢 仍然会有一见不合 仍然会有吵架的情况 这里要做笔记啊 很多同学办 很多同学算命呢 都会在这方面出问题 他看到人家子女工 天机巨门 天机化科 他说这个天机化科呢 能够避免行客 那是胡说八道啊 或者说这个天机化拳啊 天机化路啊 能够减少行客 这都不是我教的啊 还有这个子女工的五驱七杀 五驱七杀在子女工也主行客 那有人可能说了 老师这个五驱化了科 是不是没有行客了呢 我没有这样讲过啊 很多星药 他就算是化了路全科 他本身的行客性质 也没有改变 只能说呢 稍微的减少了一点点而已 没有消除啊 这里要做笔记 很多星药 就算是化路全科 但是该来的这个行客 或者该来的问题 仍然会来 只是说呢 你要对比一下的话啊 顶多就是化解一点点而已 而可以忽略不计 第四条 天同俱门 也不利两代人之间的关系 反而容易起纷争 或者是由外 想内藏啊 成为严重的心病 见到煞星 尤其如此啊 现代已经不招四股 而这刻印已经不厌 一般而言呢 你如果度过一副胎啊 第二个小孩关系会好一点 但是如果煞星多的话 那就算是第二个小孩 关系也不好 听着啊 那有的人会说 哎老师 我这个子女工啊 煞星很多 那我第一个小孩 剁掉了 第二个小孩 是不是跟我关系很好啊 对我特别好啊 不是的啊 如果你的子女工 煞星特别多 不管你生几个小孩 这些小孩呢 对你的助力都有限 都帮不了你什么 也不会说是 这个特别的有成就 不管你生几个 都是有遗憾的 都是有问题的 那么子女工 集星多的话 一般而言 不管你生几个啊 个个都是比较厉害 因为子女工呢 他可以说是一个统领啊 他是最大的 你第二个小孩 也是从第一个里面出来的 有了第一个 才有第二个 你第三个小孩 也算在这个 他的综合性质 综合素质啊 都是包含在子女工里面 你不能说 你第一个没有了 那么第二个呢 就只看才博工啊 完全不看子女工 那是错的啊 子女工特别差的 不管你是第几个 跟你的感情呢 都好不到哪去 天童话记 那么感情伤害尤其严重 两代人呢 容易吵架 两代人呢 不和睦啊 这个天童巨门 在子女工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啊 他应该是七杀星 在陈虚做命 把这个命盘呢 背一下啊 七杀星在陈虚做命的 他的子女工呢 就是天童巨门 看一下啊 其实这个子女工 天童巨门呢 根据我的经验 那小孩子还是蛮聪明的 但是呢 毕竟呢 他加上一个天童 这个天童落线的话 两代人呢 感情确实是稍微差一点的啊 第五条 巨门加上火灵羊驼 空姐等等煞星 行客孤独 可能一生都没有子嗣 这是有可能的啊 第六条 巨门话记 又加空姐大号 那是容易多病多财 多病多灾而破财 反过来说巨门划路 又加上路纯府必奎越 那么可以因为子女而得到金钱啊 子女也可以富贵 本身也可以赚到钱 但是感情未必加 这本书呢 有些东西说的非常到位 他说这个巨门呢 在这个子女宫 加上画路 加上路纯 加上左辅右臂 子女有成就 子女有钱 自己通过子女去得到钱 但是感情未必好 说的是对的啊 想要感情好 得加上昌取 加上昌取了 感情才会变好 不加昌取 只有辅弊 只有路纯画路 那么仍然有口舌是非 感情一般 巨门贩子女宫 只要有路纯画路 都可以减少行客的异味 这就是祥和之光 其实呢 很简单啊 巨门这个呢 是嘴巴 嘴巴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给他点吃的啊 路纯画路就是食物嘛 就是好处 你给他点食物 给他点好的啊 那么吃了别人的嘴软 他就是会少说点坏话啊 他呢 就不会说是有那么强的负面性质 因为他有钱了嘛 有钱了 这个人呢 心态就会变得正常 如果一个人没有钱 经常是没工作 赚不到钱啊 那么他就愤世计辅 总是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 凭什么人家比他有钱 凭什么人家能够这个夜夜升歌 而他呢 只能说路数街头啊 心里面就会产生怨恨 产生这个负面情绪 一旦呢 这个巨门画了路啊 他的负面情绪呢 就会减轻 因为他是有了钱啊 得到钱了 所以说呢 化解了他的阴暗面啊 或者说减轻了他的阴暗面啊 都可以 好的 继续看这个财博公啊 那么讲巨门星在财博公之前呢 我先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以前有一个人学斗术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啊 他读这个紫威斗术全书 他说巨门星呢 主是非 主是非没有错啊 巨门星确实跟是非有关 然后他说什么 他说巨门在财博公 那就赚是非钱 这个理论呢 是非常的不靠谱 听好啊 巨门星表示是非 但是并不是说 他任何时候都表示是非 他还有很多含义 他是管道 他是进出口 他是嘴巴 他表示创业 等等等等 他有N个意思 有的时候还可以说这个人呢 长得好看啊 巨门星加上这个极星的时候 天同巨门的 有很多长得都挺好看 那巨门在财博公的 你一般的意思表示艰苦 听着啊 巨门在财博公 一般的意思呢 表示艰苦 表示费神 而不是是非 如果说是是非钱的话 那可能就是律师 律师的话呢 那可能是巨门秦阳 或者巨门天行 巨门天行啊 等等结构 我们不能够死板的去学习斗夫 要牢记啊 一颗星有N个意思 除了这个是非以外 他还有别的意思 他表示阴暗面 甚至于有些妓女的盘 听着啊 有些妓女的盘 财博公呢 就可能有巨门 又加上一些煞心 因为他赚的这个钱呢 是见不得光的 有可能啊 我没有说所有的都是这种 你们呢 要活学活用 巨门在财博公 这个人呢 赚钱呢 劳神费力 以及呢 凭借老力 口才得来 能够创业 这里说的呢 都对啊 一般呢 他就跟嘴巴有关 以及呢 也跟辛苦有关 赚钱比较劳神 费力 不容易 化权化禄 禄存同度 表示富后啊 赚钱赚的多 但是呢 罪记至高其傲 锋芒破人 否则呢 会受人挤破 遭遇极大困难 为大众所推翻 或者呢 被他的子女所败号 太阳同工 能够得到别人的信赖 扩展已成的基业 并且能得异国人士的推崇 简单说一下啊 太阳巨门在财博公 那么你的命公是空的 你的迁移公 天同太阴 这个结构可以背下来啊 官路公是空的 然后呢 戒心安公啊 戒的是天机天良 我这个背的应该没有错啊 命公是空公 迁移公 天同天 天同太阴 财博公 巨门太阳 可以说你的命公呢 有日月巩照 这是对的啊 一个人的命公 这个对公有个月亮 财博公有个太阳 那还可以啊 那不能说这个人的命呢 很差 像我最近呢 遇到一些朋友 总是来问哎呀 老师我这个命公里面 没有主星啊 命无主星 夭折孤平呢 其实不是的啊 除非你命生都没有 否则一般呢 都不严重 像你这个命公是空的 日月一起来照你 那也挺好的啊 官路公呢 也是空公 但是能够戒天机和天良 这种组合呢 不差 巨门天机 那么多进多出 多变动 这个呢 天机巨门的一般而言呢 普普通通啊 不能说好 但是也不能说差 天机在财博公 回忆一下啊 去年给你们讲课 讲天机在财博公 怎么说的呢 不要学到后面 把前面的给忘了啊 活学活用 以及呢 该背的东西 该记的东西都要掌握 天机在财博公 首先天机呢 表示变动 所以说进出比较频繁 同时呢 天机在财博公的 往往有一个这个投机心理 天机那跟这个投机 其实都有一个机字 天机呢 就可以说是机会 那么机会在你的财博公 那就往往表示投机倒把 或者呢买股票 那股票市场上到处都是机会 就跟天机呢 有关系 所以天机在财博公的人 往往呢 有点喜欢投机 有点喜欢投资 喜欢炒股 因为在这些地方呢 他们的钱才是 整天都有变动 股票上的钱 不管怎么样 我告诉你啊 每天都有的变 不可能不变的 要么涨 要么跌 基本上没有说是今天 不涨不跌的 你这个钱呢 不动的 那在股票市场上 没有啊 天机在财博公 那也有做这个零售生意的啊 每天都有钱的进出 也是符合天机心的取向啊 好的 我们不讲天机啊 我们讲巨门 呃 天同巨门同工 那这个人呢 可能是技术命啊 技术啊 艺术啊 白手创业啊 或者律师法官 医生 那这样讲呢 应该跟财博公 没有太大关系 听着啊 财博公 天同巨门 书上说跟技术 艺术 白手创业 或者是律师 法官 医生 等职业起家 这个跟天同巨门呢 关系不大 我们要联系一下 命工思考 那么如果你的财博公 是天同巨门的话 你的命工是什么呢 想一下啊 如果你的财博公 天同巨门 你的命工是什么呢 要把基本盘被熟悉啊 那我现在告诉大家 你的命工呢 是空公 你的迁移公 太阳天良 那么答案出来了 因为你的命工是空的 所以说你要借太阳天良安心 而天良心呢 他表示技术工作 你的迁移公 有天良心 你命工是空的 天良会借过来 那么一般而言呢 还是一个技术工作者 或者宣传方面的啊 白手创业呢 也有可能 不好意思啊 这个可能是我 可能是我这个搞错了 如果财博公是这个天同巨门的话 应该不是说命工是空公啊 命工应该是指的天机 不好意思啊 刚才呢 把这个盘呢 给弄错了 强调一遍 如果你的财博公 天同巨门的话 那么你的命工呢 是天机型啊 刚才呢 在回想这个命盘的时候 我的记忆呢 发生了一点偏差 命工应该是天机啊 对弓呢 是太阴 你的官路工是空的 官路工是空的 但是你要借太阳天良安心 总而言之 你书上说的这个法官呢 医生啊 律师啊 技术啊 艺术啊 多少跟天良有关啊 你要画圈 把天良心画圈啊 光有天同巨门 一般呢 跟这些东西 关系不是很大 有天同巨门 又借上一个天良心啊 那么就 关系比较大啊 巨门 在排波公 加上煞星多 这个人赚钱呢 比较辛苦 以及呢 多纠纷 容易呢 跟人有是非 打官司 火灵空节 大号汇照 有兵灾 抢劫 火灾 等等损号 好 我们看王平之评注啊 巨门星 在排波公 一般般 不能说很凶 但是也不算好 能打多少分呢 及格 大概能给个60分 或者70分 不会超过70啊 他不是排星 他只是跟钱呢 有点关系 这颗星在排波 一定是求财不容易 因为他表示阻碍 表示障碍物 那挡着你了 你要把这个障碍物呢 给挪掉 才能有钱赚 求财不容易 费心费神 另一方面啊 如果是凭脑力 口才 赚钱的 比如从事教学工作 或者传播媒介 或者是写作啊 策划 反而容易生财 领东来呢 也解释一下啊 我见过一个公务员的盘 巨门在排波公 巨门化季 又加个陀螺 这个男人呢 财波公 很差 但是翻方覆正 有吉星 巨门化季 在复工的 丁年生人嘛 丁年生人 巨门化季 在复工 那一定有陀螺 这是两个季 这是不太好 但是翻方覆正 他能够遇到天同化全 也能够遇到天机化科 你这个工位啊 里面很糟糕 但是翻方覆正 有吉星 有吉化 那么还有的旧 不能说你就废了 这个人呢 那么在工作上面呢 这个领导啊 给他安排了一大堆的事情 很多时候 他工作呢 都要忙到深夜的一点钟 两点钟啊 才能够睡觉 因为事情太多了啊 赚钱呢 不容易 劳心呢 费神 至于是不是能创业 那还是要看一下 有没有吉星 吉化 只要稍微的 有几个吉星 一般都可以创业 甚至于只要有划路 这个人都有可能会去创业 稍微的有几个 都有可能会创业 以及创业成功 吉星越多 那么成就越大 吉星越少 那么成就就普通 经济生活呢 富后 那么没有吉星 就只能糊口 原文也提到一个 很重要的聚门刻印 就是说这个人 财拨工的聚门 赚了钱以后 他应该把这个钱呢 藏起来 因为聚门呢 是暗药 这个暗药 在你的命宫 那么你这个人 做人做事 就应该暗一点 不要太嚣张 在你的财拨工 那么你赚钱呢 最好也要暗一点 赚了以后呢 别给人家说 你给人家说了 财拨露眼 不可一世 就会因为人际关系不好 削弱财气 后运反而不佳 最好呢 修心养性 闷声发大财 不要告诉人家 你赚了钱 那么我见过很多这个老板 以前呢 我陕西的同学 也跟我说过 他说他们那边 好像是一个叫榆林 还是叫御林的地方 这个煤矿资源呢 非常丰富 当地的这个农民呢 其实各个都有几百万 但是那些老板呢 穿的特别土 基本上就是那种几十块钱的衣服 你根本看不出来 他是一个百万富翁 我觉得这样呢 挺好的 有了钱呢 就应该低调 把这个钱呢 藏起来 闷声发大财 钱生钱 如果说你总是跟人家说 炫耀自己有多有钱 这个一般说来 下场都不好 跟这个巨门吧 关系不是特别大 如果是巨门 那么这个报应呢 来的可能更快一点 你太炫耀了 太嚣张了 报应就来的快 如果你是别的新药 那么这个影响呢 就小一点 巨门呢 受影响呢 就大一点 现代人呢 就是这个 稍稍发达 就穿这个极肤的 肌项链 穿戴 香满钻石的 真金劳力式手表 这种财大气肤的表现 每每都是破败的先兆 另外呢 巨门犯财拨宫 如果子女宫不好 尤其是见到地空地结大号 每主为子女所败号 这一条呢 比较奇怪 你们可以研究一下 这个呢 其中的理论推导呢 倒不太容易 你们可以研究研究 这里呢 我也没办法多讲 巨门太阳 可以说是外省人 外地人 外族人 外国人 都可以 但最好呢 是太阳在望地 在迎宫 或者是害宫 受到妙望的太阳拱照 就适合跟一族打交道 其实这个身工呢 也可以啊 只是身工的这个赚的钱呢 少一点 身工得到的帮助呢 稍微的小一点 也不能说像王庭之讲的这么死板 身工也有帮助 只是身工的小一点啊 得一国人士的推崇 具体呢 就是跟外地人打交道 做他们的生意 经营出口业务 或者在外国机构任职 在外国上司手下办事 等等 都利于发财 除了这些呢 也可以做专业的工作 比如医生啊 会计师啊 律师啊 等等等等 太阳落于闲线 那么这个吉利性质呢 减轻啊 不是没有 是减轻了 或者说呢 减的比较少了啊 尤其是这个太阳星 在害宫的时候 那就比较小 太阳在深宫 呢 还是有点光 深宫的太阳 跟害宫的太阳呢 还是有点区别 要区分对待 深宫的太阳 这个时候呢 还有点光芒 但是如果到了害宫 那么基本上 就快没有光了啊 没有了 完全没有了 可以这么说 第三条 巨门天机 这个天机是变动的星 财波宫呢 表示财源多变 急 那就财子多方来 如果急凶并贱啊 急化跟化际并贱 那么就多进多出 多变动 财来财去 或者财源不稳定 见急不见煞 适合变动中生财 比如从事推销工作 那么顾客变化大 意识金钱不断交收 运用口才 符合了天机巨门的性质 其实呢 投机倒把的比较多啊 这是我见到的 嗯 口才这一类的呢 也有 就是这个推销工作的 但是这个推销工作呢 在国内一直是一个低端的工作 如果你看一个人格局很高很大 这个人呢 命工是空的 迁移工日月 财波工天机巨门 遇到很多急心 很多急化 你就不要说他是推销工作 在中国搞推销的 那是受人歧视 以及呢 一般都赚不到什么钱 这个人格局这么好 肯定不会说是去搞推销 一般就是炒股去了 利用这个天机的投机性质 或者呢 是在单位里面 担任一个行政的职务 行政长官 平时呢 需要他去做一些培训 平时需要他去管理一些人员 那不管怎么样 你财波工天机巨门 一般而言呢 也会让你口才变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天机巨门的对工呢 它是个空工 你的福德工是空的 那么借天机巨门安心 也表示呢 口才不错 脑筋赚得快 表达能力强 天机巨门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呢 是说话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语富 这样的人呢 语富会比一般人快 你们也可以自己总结啊 以后算命遇到人了 哪些人说话比较慢 哪些人说话比较快 都可以好好研究研究 书上也说了 金钱不断交收 并且运用口才 这是它的现象 其实在股票市场 期货市场上 每天这个金钱呢 都是不断交收的 也跟天机有关 好 今天的课呢 那我们就说到这里啊